自由地区选民 今天早上冒着毛毛契义 大部分都在排队 分别在6950个投票所 投下他们神圣的一票 分别要选举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省议员和县市长 每一个投票所最早都有两个票会 今天投票的情形相当的踊跃 据估计可能达到7层以上的投票率 台湾电视公司将从今天晚上 8点半钟开始推出选民事业特别报道 有三个转播现场 一个转播现场是在台北的选民中心 另外一个转播现场 是在台湾电视公司的摄影场 第三个转播现场 是在台中选庭中心 规模非常庞大 欢迎各位观众按时收看 省政府主席 是由省选务所的总干事 民政兴党取信之陪同 循述了设在省政资料馆的省选庭中心 并慰问工作人员的辛劳 和加冕各项工作都能够顺利地完成 却主席并指示工作人员 在今天晚上的开票统计工作 要做到细心正确 随后 却主席由省新闻处长周天国陪同 举事了本公司的大型彩色转播车 却主席对工程人员 以微博系统完成了转播准备工作的辛劳 也当面加冕 却主席并对本公司这项为大众服务的精神 也一再表示称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